Hello 大家好 在这个视频中我会解释一下我们的书是怎样去用的 因为大家已经上了我们的课程 应该是对于我们怎样去教学 或者用书是比较了解的 但这个视频我是总体去解释一下 究竟这个书是怎样用的 首先我们有四本书 第一件事要解释给学生或者家长 就是我们这个书是一年制的 基本上是有四个学期 因为每一个书是当一个学期去做 而每一本书是有15课 所以加上是有60课 所以其实是比一年多一点 而且是看学生的进度 基本上每一个课程是一个星期的 OK 那我们有四五本书 我们的书是第一个 其实每一本书都是有 所有不同的aspect的music learning 除了我们要去弹奏之外 也是有些reading 一些theory listening 或是singing 甚至是一些creative的音乐上的做事 比如可能是一些improvisation 或者是一些call progression 一些keyboard skills 当然是由第一本慢慢progress上去 所以第四本是最难的 还有在弹奏里面除了弹歌之外 我们是会有技巧的练习 技巧分两部分 第一是tanny exercise 真的技巧练习 第二是scales 所以弹完这一本 即这一套书之后 应该是 scales是有二级的 我们是把所有的scales 砌进去完成了 就是有二级的scales 所以我们就弹了 那歌呢 每个书是有不同的歌仔 还有其实是 当然是由第一本书是最简单 我们真的由Marilyn Lillam开始 但是最重要是做什么呢 一开始我们是双手弹的了 所以第一堂 学生已经习惯了在一起弹 因为这个重点第一件事 就是我们发现 很多时候 初级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他们甚至不是初级 去到早期graded的学生 最大的问题是 除了看谱的问题差之外 就是他们的coordination 觉得左手是难一点的 所以要剔除了这个乖习惯 要由开头做得最好 就是双手弹 即是Travel和Baseclap 即是Travel和Baseclap 我们都会立即看的 好 那我给大家看一下 那个book1的sample 其实你应该有一个information package 可以收到 你可以在那里看到 但我都会给大家看一下 那个book1是怎样的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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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